现在为您播放的是2100全民开讲 大家好 欢迎收看2100全民开讲 我们看到会计划 我们这节目从上个礼拜每天讨论每天骂 今天马总统出来开记者会 表示说现在由行政院提出复议案 那这个收场到底算不算严满 还是让我们一般民众看清除了那些政客的嘴脸 我们今天看到了台湾社会在端午节快到了 然后很多东西说要清干净 这几天看到每条商会出来讲台湾 你们已经太民粹了 然后你们的马总统 如果政府再这样下去的话 台湾可能会不行了 是不是我们的友邦跟我们讲了这样恳切的话 我们都听进去了 今天我们通通会来讨论 今天好朋友都在一场 沈陆雄 沈大佬 大家好 周一扣 周姐 大家晚安 黄伟哲宇 委员 大家好 丁守中 委员 大家好 还有湘龙 大家晚安 是 我们可以看到马航九今天 很慎重的突然表示要开记者会 10点半准时开 开完就走 把他要讲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 相看这个画面 今天召开记者会向社会各界道歉 实在有过突然马总统取消既定行程 亲自对外宣布针对会计法修正乌龙政院要提赴议案 尽管前一天江一话也认为公款私用不该除罪 但偏偏他跟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见面之后 始终坚持不该有政院提赴议一戏间自打嘴巴 就现在来讲我们并没有会走这个所谓行政院复议的途径 为了避免将来在整个法律的试用上 还有执行上面会出现自爱难行之处 而最后终于决定提起复议 这样一话好尴尬 简单回应匆匆离去 马总统临时大转弯7号 一大早就召集不愿党高层开会 讨论会计法修法两大均议 第一是明代跟教授标准不一 条文有规范教授不得公款私用 但明代完全不受限 另一方面前立委严清标明明犯谈无罪 却用会计法除罪有扩权之邪 连苏贞昌也喊出不要让喝花酒无罪 请他在关键位置上做关键的决定 护合社会大众的期待 政院提赴议 民进党双手赞成 6月10号行政院就会加开临时用会处理 这也是马政府首次提赴议 原本最快13号就能出狱的严清标 相出狱也没那么快了 毕竟喝花酒没罪 蓝绿都被骂到臭头 舆论压力连高层都不得不急转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前天谢良廷说 我们要救人 即使在粪坑都要下去救 马上就自己跳进粪坑 然后救了这些教授 其实他是为了救这教授 然后害了严清标 严清标本来过两天就要出来了 现在严清标出不来 我们先看 正宴转弯 下桌一提呼一 他记忆两个理由 教授跟明代标准不同 有为平等言则 第二个他遗留这个教制 教职员的教 造成司法机关的遗力 但是这样的话有说服力吗 是这样 玉寇跟我刚刚在化妆间里头 都觉得心情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们总一看到马总统 当了五年总统以后 才学到怎么当总统 结结实实的跟两个院长 打了一个耳光 不过不要讲得这么严肃 我还是带一点文学气息好了 你一向很有 对 这个就是米兰昆德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讲的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酵 这个人类是代表谁 代表我们的立法院 蓝绿两个党变 跟其他一些这个 一些有所谓的 他们是说你救你的人 我救我的人 我们一起狼狈 这个才可以过关 你说上帝会纵容他们吗 上帝看了以后就在笑 不过最近前任的教宗有讲 他说偶尔觉得上帝是在打瞌睡 这个我不同意你知道吗 因为上帝是不累的 上帝是24小时做工的 不像我们的总统 有的时候会打瞌睡 所以上帝看了就发笑 但是上帝只有在笑吗 不会 上帝会发功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上帝在做工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下面就来一个 上帝做工的结果 就是天网恢恢 偏露一字 露个教 对 那个打字的人也不晓得 他为什么会露一个字 上帝在发功你知道吗 今天如果没有露那一个字 你晓得有总统的道歉吗 有行政院的副意案吗 绝对没有 就过了 过了 所以一个字之差 效果这么大 所以这个是 你看这个是今天早上 马总统在开记者者招待会之前 我已经叫我的助理打这个了 所以我要证明 来证明说我是有一点先见 我让会计法回到原点 让明代与教授脱钩 为什么 我们其实到昨天的会 这个节目里头 我们一直都讲 其实剩下一条路 是让立法院再提修正案 把自己修回去 但是这个有一个漏洞 有一个缺点 第一点就是没有办法把眼前标 关在里头 因为这个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还有如果修的话 一定只修那个教制 把那个教再填回去 现在事情堵住了 现在是回到原点 两个脱钩 大家好好去想 而且也只有行政院这个副意愿 这么快 才能够让眼前标没有办法出来 因为为什么这个是重点 因为这个是不管蓝绿 所有的民怨的焦点 都集中在眼前标不可以出来 所以这个是唯一的办法 为什么要回到原点重新思考 因为不管是明代也好 不管是教授也好 其实他们犯的罪都还要经过侦查 决定是私费还是公费还是公用 然后才可以回到会计法 你晓得会计法99条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会计法99条是针对会计人员 说如果你的机关有人报仗上来 好 你看到他不合法 那你要叫他改正 如果不更正的话 就要往你的上级报 所以是针对会计人员 提醒他你要该做的事情 这个上次你一旦提到的 那个特别法就躲在那里面 叫做99条之一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 我们已经认为他合法了 所以你少啰嗦 所以你少啰嗦 这个可以吗 这就好像我们有人 拿枪杀人了以后 我们觉得齐情可免 这个蔡正元常讲的 我们难道要在枪炮管理条例里头 加一条说 如果有人用前向枪炮杀人 而齐情可免者不法 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下一次 还是要处理这些明代 还是要处理这些教授的话 我觉得千万不可以再在 这个会计法上动脑筋 对 但是因为马总统 他今天主动出来 召集了他们的两个院长 然后他的秘书长 然后相关的人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马上把自己先道歉 那道歉他当然因为 他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国民党在整个立法院里面 办重要角色 让这个案子通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处理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来说 干嘛替他们解套 这是立法院自己搞出来 又不是行政院的提案 但是就像西藏廷所讲的 你要救人到风坑去救吧 马总统今天是不是挑风坑 他其实今天呢 我相信其他不是这么小规模的 去为一个教制来这个做解套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于 一个非常邪恶的朝野协商 这个非常这个老狐狸的 这个非常令人无法接受的 一个国会的运作 而且还牵涉到一个隔魁 他对于一个法治上的信仰价值 他的务失 像这些事情对于这位执政党主席 或是元首来讲 都是必须要有所纠正的 所以马英九总统 他今天的表现 加加减减 还是令人可以接受的 幸好马总统 他有多多少少的反省的精神 在价值取向上面 在最后关头 他还会勇于做决定 那么今天跟他同台的 像王金平院长跟江一华院长 其实都应该一起站起来道歉 王金平院长将来回到国会以后 你是不是对这么邪恶的 这么的这个一手遮天的 这么的无法无天的朝野协商 有所检讨反省 那么对于行政院长江一华先生来讲 他的法规会给他的建议 所谓的扩大解释的这种这个初衷 到甚至于昨天晚上 他都不知道有所这个反省检讨 而到最后由总统提醒 才做行政院的复议 对这位政治学博士来讲 恐怕是他一生当中 很大的一次遗憾 这次马英九总统 他做了这个行政院复议这件事情 当然在政治现实上 他破除了延青标被放出狱 以后国民党所碰到的最大的难堪 甚至于马英九总统一生的难堪 可是这只是第一步 这是我们民众一个小小的一次成果 不能算胜利 各位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民 要的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平等 司法公正 教授要不要处罪 或者是民意代表要怎么样做 请你用光明正大的方式 请你相信检察官 相信法官 对啊 其实我们就是国家的钱 要公款公用 这是基本的道理 不管你哪去喝花酒 或者你哪去收 我把这个乌来的钱 拿给我妈妈孝顺她 就政府的角色来讲 我的钱都损失了 所以他是一样有罪的啦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出来讲 难道我做研究比喝花酒 还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你哪是去做研究 你做研究就证明你是去做研究 如果你拿了花票不是真的话 这个当然在法律上是要追究的啦 所以我们这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 整个社会上都没办法接受说 喝花酒还可以免罪 这是不分党派的 这是一个价值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教授应用各种力量 然后到各党去游说 然后很多委员就被说服了 然后就这个案子就把一个明代的免罪 跟教授的免罪就绑在一块 这就是整个过程啦 但是今天马总统做了这个 民进党其实还有人讲话 还有言议他 譬如说管碧赢他们 但是苏贞当主题 其实他觉得他还蛮肯定 您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反贪腐或厌恶权贵人士来 这个所谓窃国者喉嘛 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不仅台湾有 其实中国大陆即便他让几个极权国家 常常因为一些地方干部 或者怎么样一些官岛的事情 然后引起民怨 这都会有的 在台湾呢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什么包青天的案子 达到一波再波 因为就是这种心理 可是我必须要提 为什么这次所谓 这次在朝野协商里面 四党都要签 其实按照立法院的规则来 你过了协商期你没有签 就算国民党一个 他要拉出来表决 国民党以多数来讲 他还是可以表决的过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知道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与其要这样的话 不如大家过马路 一被骂一起被骂 骂完了就算了 当初是有人存这样的心态 所以也就是说当初在去年 第七届议委剩下10天 任期剩10天的时候 还要开零税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案子了 那时候民进党没有签 国民党又不敢拉出去表决 就后来才不了了之 因为那个时候通过什么 农与会总案室的 黑金再生条款这类的 但是这个所谓会计法的 这个部分就没有过了 到去年 一直到今年一年多 我觉得其实对民进党来讲 事实上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一定会有的 但是马总统在这个时候 你说是马总统佛心来者 他就突然觉得说 你们立法院行政院 大家做这个措施 我觉得其实也未必尽然 是真的是人民的力量 真的是人民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去在这个时候 业余马总统 我也不需要 但是在这个时候 的确不是马总统所谓的 突然以总统的高度 来制止这些政客们的 这个对民代来解套 对于一些 其实大家的讲说 我们是以行为论 不以身份论 教授也一样 民代也一样 甚至于过去的这个政务官 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我应该就觉得是人民力量 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行为得到遏制 好 那人民力量起来了 我们是不是要一并 继续追下去 过去的政务官也好 或是甚至其他的 这个贪腐的行为 这个放纵的部分 也要一并追究 对 如果你是2100的 忠实观众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从礼拜一做到现在 我每天做 每天骂 那我自己也主持 周末的2100 我在那时候就开始骂了 所以我们从通过 我们就一直骂 就没有放过他 也不在乎收视率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观众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在乎的 我们等一下 也马上接您了call in 但是如果社会 就像刚刚周一库小姐所讲 你至少在法律上 在公家的钱 大家怎么用的话 就是公款公用 唯一原则 第二个 唯一原则之外 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平等 不管你是教授 你是明代 或者你是个小老百姓 一个小警察 村里干事 很多警察跟村里干事 勿用了一点钱 就抓去坐牢 而且贪腐罪一关关好几年 凭什么这些当议长的 或当教授的 他可以置外 跟这些小警察或村里的干事不一样 这个就是社会上没办法 这是我们台湾基本的价值 所动用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贪污 公款 私用这种情形 那就是违法 那就是要办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在这样子粗糙的这种修法情况之下 把这些人全部解套了 这是完全是荒谬的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就要从立法案的这个意识运作来检讨 不止这次只检讨我们的会计法 我们要检讨立法案的意识运作 立法院本来我们有一读 有二读 有三读 一读的时候是到委员会审查 二读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委员会 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针究这个法案 大家来表示意见 而且他们在阳光前面 也接受媒体的监督 也接受社会的检验 这个法可不可以这样子立 到这三读的时候 竹字 条文字要念 要修正 那种情形 我们现在经常发现怎么现象呢 就是这个小党杯葛抵制抗争结果呢 那我按照我政治学的了解 我就提案 我们修改我们的立法委员行为法第七条 我们比照先进民主国家一样 引进意识次序权 或者是叫做国会警察权 你说欧美先进国家 美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英国都有 Sarjian Arms 一叫就叫进来 就维持次序 拿个导弹的国会员就拖出去 可是我们这个法案 永远民进党这个党边反对排不进去 为什么 他说这样子就变成警察国家 先进国家都有这样的制度 怎么是警察国家呢 可是这个案子不通过 让我们二读院会 现在等于是名存实亡 现在二读院会几乎只是念一下条文 就交付朝野协商了 协商以后就直接删毒了 那在这个删毒的过程中 因为没有二读 老实讲关起门来党边权力太大了 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也感觉到是立法院有权力的人 他不愿意让我们的意识秩序权能够通过 这样子的话他关起门来 他怎么样协商他权力更大 他四个人就可以决定 五个人就可以决定这些事情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在这一次检讨我们的这个会计法之外 我觉得根本要检讨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制度 我这话经常会出现 什么条文就叫偷渡了 什么条文就叫过了 这一次老天有眼漏掉一个字 不然的话谁知道 还有多少法案 对啊 那个刚刚丁守中委员他也是台大教授 就是说你看到 因为他在教政治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立法院里面 像这种政党政治 虽然在先进国家政党政治很成熟 但是我们这边常常成为密室政治 你知道吗 就是说自己的党员 包括黄伟哲都不晓得有这个案子 他不晓得民党这个有签字 他们不晓得一堆人都不晓得 赵天宁不晓得 大家都不晓得 然后够了 国民党那边的委员也一样 说怎么有签这个 就是事后问真的是多数的人都不晓得 可是他就是够了 这就是密室政治 但是当他通过他的危险性都大 各位想一想看 前年我们给那些首长修改会计法 给他们那个 那时候社会没有反应 所以他们越吃越大口 两年前为什么没有反应 因为那时候选总统大家就比较安静 真的是那时候党派的比较清楚 那时候放过的是哪些人 李秀莲 陈唐山 游习坤 杜正胜 施茂林 然后李毅阳 然后那个朱武宪 林嘉诚 八个民进党的首长 然后那时候社会上没有讲话 那现在社会上会讲 人家也会想 为什么首长都可以除罪话 明代不行 教授不行 到时候很多东西会比出来 向龙 我觉得即使是马英九 他仍然没有去解决我一个 我一个基本的困惑 但是今天我几乎所有在公开场合当中 对这问题讲话的立法委员们 不管蓝了绿的 几乎都一致说我不知道 两个党的党主席都出来道歉 也就是这两个党的党主席 以及绝大部分在立法院的同志们 都觉得他们被出卖了 这不是他们的意思 他们是清白的 他们并不支持这样做 可是两个党似乎都没有从内部 去做一些追究的程序说 谁卖了我们 这一定是党边 如果不是这两个党的党主席 而大部分的委员们都说我们都不知道 那谁 两个党是不是该从里面给我们一点交代 总有人去做密室 谁参与了那个密室 而党主席跟党员都都说我们都不知道 而且事后看起来我们都反对 你都没有做内部的清理 然后好像今天出来呼呼的就是说 他们除了表示这对外 外残轻易之外 但是对于内部的内层通外鬼的鬼 好像也都不抓 蓝绿不止之前有志一同的 就是说容许某种密室政治的运作 当密室政治的那个门被打开了之后 发现所有的已经 已经随形墓垫都跑光的时候 也没有人准备去追究那些鬼 这就是他就觉得更有鬼了 现在不管是苏贞昌的道歉 或者是马英九的道歉 我不太懂的就是说 你们是针对就是说 这整个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修法的目的道歉 还是对过程道歉 你是认为就是说明代 或者是教授 就是特别是那严清彪的部分 你认为他不该处罪 不该放出来 还是说觉得说教授漏掉了不应该 还是觉得在会计法里面 暗度陈昌不应该 我觉得都没有讲清楚 如果今天是针对延清彪的部分 我就不懂了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在过去当把明代跟政务官 绑在一起的时候 我听到的 就是说包括苏贞昌在内 苏贞昌在2006年 自己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自己在立法院里面 公开提出来说这是历史共业 他在讲历史共业的时候 可不是只讲政务官 是包括国务基要费 包括了明代在内 他认为那是历史共业 今天为什么都没有谈历史共业了吗 是因为选举快要到了吗 是因为说政务官都已经都解套了 现在剩下的不过就是明代 而明代的指标其实就是严金标 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今天不要光道歉了 你道歉之后你如何去处理之前 让你觉得欠了事情 以及欠了之后你后续该怎么处理 你把你的 你对于这整个的过程 你到底是觉得严清彪 你认定喝花酒 你认定明代不应该跟政务官 不应该跟教授一起绑在一起 你也可以讲清楚一点 或者你其实只是觉得说 其实明代也可以适用 就是某种的处罪 但是对于在《会计法》里面 或者有种密室政治的处理 我们不接受 我觉得讲清楚之后 我比较能去参与讨论了 但是我个人的立场 我觉得当我们说喝花酒的时候 请问什么叫花酒 今天是不是今天当我一笔 同样的一笔的公关费 只是因为到了一个 你主官上面认知有粉味坐台的 那个就不叫做公关 那就叫花酒 他还是一个正当的营业场所 他终究他还是一个 开发票正当的营业场所 我带着这些人到一个 你认为的深色的场所 但他仍然是一个政府合法的营业场所 在那个地方做的消费 虽然你认为有粉味坐台 你称之为花酒 花酒不是法律定义 花酒并不是法律定义 今天我这样子的话 报公关费不可以吗 你在认知到延青标 那1800万的开销的时候 你到底是觉得说 他去了那个地方我不喜欢 所以延青标不可以解套 还是你认定某一些的场所 他就是不可以摆在 所谓的公关费用里面 那这些其实都没有人讲清楚 都只凭着自己的主观的感受 随着时空环境的不同 2006年觉得可以 现在又不可以了 那法律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呢 对 法律尺度在哪里 法律官的都是马航九重要的庄角 颜青标 黑猪白红森 还有张廖桂专 这些中部的大咖 都是马航九竞选的重要干部 然后统统抓去的吗 那大家都会思考说 法律的公平性在哪里 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会计法 今天马航九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马总统认为说 应该由行政院提复议案 这个案子是不是 这样就打回原点了 我们知道行政院这几天的态度 他是不愿意 不愿意去提复议案 江仪化院长 他说会计法修正案 是立法院朝委协商通过 政院不会提呼吁 6月4号就一直讲 可是后来就转弯了 因为今天上午7点半 马总统找五人小组来开记者会 然后10点半跟国人道歉 很多人讲说 哇 那江仪化 这个明日之星 是不是被打了一个耳光 他今天讲 他说政府密切注意 各界的评论跟意见 会计法修法对教授及研究人员 和调部分 漏打教制 原本不希望因缺露制进行修法或复议 修法比较耗费时间 为了缺露制提复议 过去也没有先例 因此希望用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他是他开始的思考 跟他后来觉得让社会的成本最小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蛮有政治家风范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扩重解释 我们在前面两个节目里头也有讲到 他就是学政治而不是学法律的 对法律应该有的严谨的严肃性 他太过略了 而且他也低估了民间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复议案 行政院提复议案的两个原因 他今天提到的两个原因 因为复议案是何等重大的事情 这是非真的很严重的事情他不敢提 因为他提了是似同有导格案的可能 他今天举的两个例子 我们先讲第二个 就遗漏教制 但是刚刚讲一块有讲 不会为了一个字而提复议案 但是这个字是关键 没有这个字不会有这些一连串的反应 但是我们先讲不重要的 但是他现在为了这个字提复议了 所以他把它摆在第二个 因为他如果摆在第一个 那不自打嘴巴 而且很可笑 所以他就东想西想 就搞了第一个原因 但是第一个原因是站不住脚的 他第一个原因是说不平等 因为教授有分公用跟私用 一样的国家的费用 那明代怎么没分呢 好像是宽容了明代 所以明代也要分 然后你才能够平等处理 是这样吗 今天如果没有漏这个教制的话 过了啦 明代没有分公用私用也过了啦 还有我要提醒大家 99条之一 就是你一再提醒的那个特别费 也没有分公用跟私用 怎么那个时候没有自爱男行 但是自爱男行这四个字 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宪法征修条里头 让行政院提复议案 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爱男行 自爱男行 第二个虽然是小事 是有一点自爱男行 有一点自爱 没有办法达到他原先的目的 其实用自爱男行来讲 也有点不通 就是他想要放这些教授一马 结果没有放成 这是自爱男行吗 这是说我想行 但是行不通 这是自爱男行 不是 但是第一个原因 更不是自爱男行 因为第一个原因 是不成原因的原因 勉强凑出来交代的 我觉得总统服也好 行政员也好 他的幕僚单位也好 勉强凑这个原因 是没有办法向国人交代的 对 但是他就是像江一华所讲的 这个是社会最小的成本来处理 就是说 扩充解释 他是针对扩充解释 因为你们讲我被打一个耳光 我本来不愿意提 现在比我更高的马总统的时候 他要提 在我们的会议里面我也同意了他 当然大家会觉得他被打了一个耳光 但是其实他觉得说这个没什么 他说因为我当初考虑 就是因为缺一个字来提供意 这是过去没有的嘛 那现在我用社会最小成本的方式 这是江一华的讲法 我们接你的扩应 来 主点 知道这个江一华是政治学博士 还是耶鲁大学的 当他用社会最小的成本 在举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令人更为失望的 社会上成本最小的政治处理 就是独裁专权 他竟然用这种解释 而且今天还继续解释 我想今天马总统跟这个江院长 他们的两次的说明都是因为太快速了 他无法这个去立刻消化 这几天民意的强烈反弹 是你对这个司法有王子跟庶民之分的 一个价值分裂 跟价值上的破坏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立法院的密室协商 这种邪恶的魔鬼交易 人民气的是气这个耶 那结果他今天这个马总统的记者会 还一直在那边强调教制 这个漏了一个字 意思好像是不平等 是因为严清彪出来了 然后教授没有办法出来不平等 总统是这一帮只能被这些密室交易的这些鬼 搞出来一个修法 修成了司法上的特权 跟我们平民的不平等 所以我们的民众不要放松 复义了他虽然已经回到了原点 但是将来立法院里面那些鬼 力量大得很 因此我也同意 要找出鬼的源头是什么 鬼的源头是什么 马总统你心里最心知肚明 对其实他就呼应刚香隆的讲法 把你整个那个找出来 我们很多朋友在线上 桃园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 陈小姐 喂 请讲 喂 是陈小姐 董先生小董你好 请问一下 总统为什么要道歉 总统为什么要道歉 这不是总统的错 这是立委的错 立委既然权力那么大 下次立委选举就一半就好了 是 好谢谢 是马总统可能认为他是国民党的主席 那这是党籍立委 高雄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好 这个人认为说这个案子已经 已经尘埃漏定 其实还没有 到底是谁在搞 他们这一次因为被媒体这样一直追击 然后一直讲 很多民众就觉得说此次不合理 可是这批在做密室政治的黑索还在 下次我们一不留意又继续做 会不会这样 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会计法修正以后 变成言清标可以出来 教授又没办法解套 今天马上就要求行政院 行政院礼拜一会开临时的宴会 平常行政院会是礼拜四 那会通过了提出复议案 复议案马上送出去 他的过程就是马总统原来受到立法院 这个法律他就不把他公告 所以没有公告言清标就出不来 然后就没有公告就等着立法院 去接受行政院的复议案 然后再来表决 这是整个过程 但是我们看今天 民进党在这个事情里面 是不是也有蔡英文跟苏贞昌两个人 在角力的成分 我们先看这个画面 假如我议员独断 不是吃总招而已 我议员独断我推入政坛都可以 因为过去党人会讨论过 而且有结论 这个都郁师傅在确议过的 当然不管怎么样 该承担的 我们还是承担 我认为我们道歉 我们党人三党待会儿道歉是必要的 哇你看哦 柯建平今天出来讲话了 而且他还讲什么 要不是民进党主席 苏贞昌昨天起早行政院长讲一话 马上就今天才不会道歉 这是他讲的 为德 我觉得其实 这个案子应该是已经定案 你刚刚讲说 这个董哥你刚刚说 这个案子还没确定 还没到最后定案 还没定验 所谓定验就是说 还没敲锤说 复议通过 事实上通过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闹得飞飞扬 就是因为这个四党协 四党的党边协商 没有经过院会 得出一个协商结论 我想丁委员在我们这 我们都没有表决过 为什么大家不经过表决 因为如果表决的话 一定舆论大谎 所以很多人 很多即使党边一挥 很多委员手也举不起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说你回到 如果说这个复议案 回到立法院是要畅明表决的 谁敢公开讲说 我支持那个提案 不敢 那自然没有超过半数的委员 能够支持原决议 来否定掉行政院的复议案 那行政院的复议案 不会否定掉 那立法院就过关了 所以说过关以后 怎么样案子就不见了 不是说回到讨论状态是不见了 所以说这个99之一的 那个修正的部分就没了 全部没有 不管是明代或是教授 通通都没了 那如果是这样 那这是依据宪法的规定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 如果立法院15天之内不决议 这案子这本决议自然失效 就是说有时候 就采用行政院 避免难堪一点 就是不要说大家去举手 那就立法院就不开会 就等到拖过15天 行政院复议案就自动生效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这都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对民意来来讲 刚刚主持人您说 这个柯总召认为说 如果苏贞昌不去找这个江义化 是啊 如果说按照这样 这是一个很合逻辑的推理 为什么 苏贞昌去找过江义化 去找的时候江义化还讲说 他认为说行政院不要提复议了 为什么苏贞昌去找过他 而且苏贞昌道了歉 突然间这个江义化就看过马总统 然后马总统这个晚上不知道怎么样 隔天早上就开了 副院长高层会马上就改变 所以说刚刚讲说不管是立法院长 或者是行政院长都被打了一个耳光 那就是表示说事实上有效的 那有效当然在时间上的这个铺牌 就是苏贞昌去找江义化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民党 当然包括民党很多人 就是都觉得说这个案子他们其实是有功 国民党是不是 赖斯堡是国民党的党团书记党 他说当初我就觉得好像有些不妥 不过这句话我现在也不愿意讲 我想这回到原点 这样的结果比较符合社会的期待 这个案子就此打住 那现在国民党也是这样的态度吗 索东兄 我觉得基本上像我们很多的这些学者 那照道来讲进入到政府里面 那就应该用自己的专业 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而不是碰到权威了 碰到长官的意志了 马上就转弯 对不对 那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这样子 反而是碰到长官意志才转弯的重心 没有办法用自己的专业去影响政策的 我们看到核氏案也是这样子 太多太多的这个决策也都是这样子 过去国光实化 我也是国民党里面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 后来证明也是对的 我是觉得在这个里面 根本要检讨就是我们的审查法案的制度 而且明明立法院错了就是错了 在这个里面不经过二读会 密室政治最后一天 最后深夜的时候把他提出来 然后就这样过了 立法院有错就要认错 你说行政部门面对这样子错 而且立法委已经送出了 已经送到行政院了 你行政院你当然就应该复议 你觉得自然难行 你怎么能够说去扩张解释呢 哪有扩张解释这个道理 司法院也不会买账你扩张解释 何况在美国有所谓的法官定的法 那是因为他判例 他可以变成法 我们台湾没有这个制度 何况你还是行政部门 更没有这个制度 怎么可以去做扩张解释 对不对 所以总统出面是好事这样子 对 其实如果都事情到目前这个地步 民众满不满意 我们听民众的声音 陶渊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你好 是梁先生 我是民航 我是在军人当过飞行员出生 在我们的行业有一句话 叫做once is to open 就是一次就是太多 你犯了一次 就没有再下次的机会了 我认为这些人根本不要同情 该换就换掉了 不要再去浪费社会资源了 谢谢 好 谢谢桃园的吴小姐 吴小姐你好 我是桃园 我自己是内国研究所 我家里的人一堆人研究所 我觉得教授根本就不是说他不贪污 我觉得会计法根本就要严格执行 如果你们要通过会计法 我就要带人到街上去抗议你们 这个立法院 我觉得根本就在发毙贪污 是 民众其实还是持续表示他们的愤怒 而且他们认为说这批人还在 将来会不会再出来逼龟逼拐 感觉上应该会 湘龙 民众的对于贪污两个字的那个愤怒感 这是很合理的 社会有这样的氛围 当然我们应该要鼓励 同时也觉得欣慰 但是我们从过去已经讨论了 就是有关于特别费的除罪的问题 讨论了这么久 在过去的几个阶段的时候 你发现只要在一些政治的敏感阶段的时候 除了马英九是真正经过 经过司法三层定议确定无罪的 他那并不是要讨论他没有什么除罪的问题 法律就是说他无罪 其他的人每个人都是刷了蛋 就每个人相同的行为 他只是在不同的职务上 不管他是明代 他是政务官 他是教授 有某种的公务员的身份使用公费 他在报仗的时候 他都因为相同的程序 而在处在一个法律的不确定状态里面 民众的愤怒是一回事情 可是第一个就是说 在法律上面有两个是潜规则 一个就是说法不法重 很多人如果说过去你看我 我看你这么长时间都这样子报的 这个时候你突然间要罚的这些人 通通都有罪 以前人都跑掉 这合理吗 他们算不算重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不知者不罪 有许多人你如果政务官真的要追究起来 包括像龙英台他自己讲 我以前都跟马英九一样 很多人都这样做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追究 今天我们的焦点在于就是说 立法院竟然他可以用这种 密室政治的方式过了 过了之后今天虽然说 贪在阳光 阳光下面的老鼠都跑光了 跑光了之后大家都觉得 对不起这个法案通过了 我们都道歉 可是我们还是不晓得 这密室政治是怎么运作的 我非常好奇是我今天听到 柯建民讲话 柯建民讲话我还是听不懂 柯建民讲说如果我有独断独行的话 我不只是要持总招 我甚至应该退出政坛 意思是我没有独断独行 他后面还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他认为这些都是精神经过党团决议的 既然你觉得程序上面都没有问题 你今天出来倒什么劍呢 今天看起来就只不过是此一时彼此 少了那个字 那个字在法律程序的救济问题 但是今天当 因为这个法律程序的救济问题 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回过头去讨论 本职面的问题 就说延青标喝花酒不可以 不可以怎么样 我觉得我都不晓得今天到底是 复义是要救济那个教制 还是要复义是要 是要救了那个教制之后 同时要把延青标要从整个救济当中要排除掉 我都不晓得大家到底在想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不晓得一些政治人物 从2006年以来 随着你们不同的政治职务 对相同的问题的表态反反复复复 你今天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讲清楚的给我听 对 但是很多人还是认为说 至少马总统今天的表现还算可以 很多人讲说还算明快 可是美国商会最近讲话可不是 美国商会讲马航九 你可能提早剖脚了 台湾的投资吸引力已经在衰退了 你知道吗 回来我们来讨论 美国商会这两天开会 他认为说台湾现在很多投资的吸引力 都在衰退 而且台湾最大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民粹力量非常大 已经可以扭转政策了 然后他们最主要 他说台湾投资环境有太多互变因素 包括投资申请审核程序 跟标准不明界 引进外来专业跟技术人员 重重限制 而且肉干政府不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或对政策做狭义的解释 然后要确保电力 供水等基础建设充足 其实美调商会常常对我们指指点点 沈大老常常去美调商会演讲 对 我对美国商会也是有一点意见 因为他们大概有两次到三次 请我去演讲过 所以我对他们的成员 对他们的态度 看法 其实还有一点了解 我认为他们实在是把我们看小了 因为我们很小 你想我们在美国如果有台商的商会 会对美国联邦政府这样指指点点吗 当然不敢 但是他所提的就是每次 每年都要提差不多100个建议 我觉得哪会那么多呢 他就是众国会员里头 所有意见把它统合起来 然后就说我们有这么多 所以他的出发点 当然就是非常的资本主义 还有非常的美商的立场 所以听听就好 今天总统府也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总统府没有回应 他就叫各部会相关经济会 经济部回应一下就好 因为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要听进去 我举一个例子 他建议说我们的这些大学毕业生 毕业了以后 不要只是想去澳洲纽西兰 去打工 赚钱 应该去学一点东西 这不用他交代 这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走到今天 我们年轻人短线的做法 这不用你操缓 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来投资 他其实心里头想的最大的案子 在去年是南山保险 但是他的理由就是说你可以拒绝 但是每次拒绝这个整个过程 操作的过程要快一点 而且你拒绝了以后 你不允许了以后 你要讲明原因 好以后就请政府讲原因 就讲得坦白一点 但是他这样的建议 比如说外资投资的总额跟百分比 在所有的国家排起来 我们是在倒数那边 但是评论你讲 这个投资的金额 跟我们国家已经先进到 什么程度有关的 你因为他已经找不到 什么地方可以插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听起来 然后自己勉励一下可以 但是不要觉得太伤心 不要太难过 对 但是美国商会跟欧洲商会 平常是常会提一件 一年都会提至少一次或两次 我们也不能完全不重视 其实我们台湾也是 满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 也小有点望之飞勃 对于他们这些外商的建议 登得很大的 你看那个报纸媒体 超比例的这种刊登 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从美商的 极致化的利益 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其中讲到TPP的部分 他认我们应该加入TPP 那你请你美侨商会 好好的到美国国会里面 去帮我们游说 把FTA给谈来 他不只说台湾如果有台商 什么商会 也不可能到美国可以获得 白宫这么大的媒体的报道 甚至于他在大陆 恐怕也不敢有这种政杖 可是你像他讲说 我们有非常多的什么消费 民粹主义等等 美国没有民粹吗 我们的友达 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 后来是被起诉被罚款 然后很高很高多的金额之后 还坐牢的 这种他的这种保护 是用他的本国的相关的比例 来不跟我们判刑 后来我们要出口 我们为什么出口不振 有一阵出口的数字少 我们HTC出手机 他Apple在海关一告 就把我们的东西给压下来 不让你上市 对不对 这个每一个国家 都有保护的这种项目 我们只能当成他是善意的评价 可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也应该有所尊严的回应 对 但是因为美侨商会 有时候大家看来会觉得说 他真的是指指点点 有些东西是讲太过头了 跟我们的内政有关 那他今天讲我们的那个 像他讲我们的那个保护主义 我们对消费者的保护太多 今天消机会也出来呛他 那个不一样 所作用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那美侨商会 他是站着他做生意的角度来看 那他当比较周边的国家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资金 在营进人才 在技术 这些政策方面 如果有的这个限制太多的 那确实我们要检讨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 像他们商会 他们也是站着他们自己 在这个地方投资做生意的考量 拿这个Allen Houston来讲 美侨商会这个会长 他本身他就是康林公司的 玻璃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玻璃公司基本上玻璃产业 是高耗能 高用水 高污染的 在很多国家现在并不欢迎的 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国务院 新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暂行规定里面 就要求很多省市把他们赶出去的 这种情形 所以说高耗能 高用水 高污染 我们本身应该加强的是 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不是说提供无限制的 便宜的电力跟水力 然后他今天关心的第四点 说我们核市场 那这跟美商利益又直接有关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商每年台电 每年买原料棒 大概要花差不多22亿台币 然后要花10亿台币去付相关的 顾问费 那这样就32亿 他们是有利益在里面 康林公司做玻璃的 它高耗能 高用水 高污染 它当然需要便宜的电力 所以我自觉的听到这些 有则改则 无则加明 对 但是因为他讲我们很多东西的民粹 这个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 很多人自己也发现了 那这种情况 香隆你怎么看 美商在里再讲这些东西 其实重点就是第四点 电力 我觉得那是他们最在乎的 也是他在今天的谈论当中 最最具体的部分 美乔 美国商会的报告 有很多时候 他只是对于当下台湾的 舆论氛围的某种的反应 当舆论氛围显示马英九 跛脚的时候 他们赶快也跟进 这在过去屡见不鲜 就是你不要太想象说 他有一个很独特的判断力 就是说能够凌空超然的 去看待台湾的投资 台湾的投资环境的评比 历来都非常好 这是我始终 他们点出来的其实也是 我一直在质问的就是 当我们说我们是哪一个 哪一个BERI的评比 我们长时间都是全世界 投的投资环境 投资风险最低的前四名 前三名 我们的国家 国家竞争力 今年小退了一点 但是始终都是过去几年都在进步 这几年都是过去 十多年评鉴以来最好的这几年 可是确实投的投资并没有进来 我反而很想问问看这些 就是说在台湾的比较大咖的美商 台湾的投资环境这么好 你们为什么都不进来 如果今天听起来就好像 好像感觉上面 对美国人好像好像都 他们好像都没有得到什么 请问去年美牛是不是过了 请问去年美国免签是不是过了 美国免签过了 美牛过了 得利的是台湾吗 得利的不是你们美国人吗 不是美国的这些农业部门 不是美国的观光部门吗 更何况说在过去美商最关切的 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期间里面 美商年年必谈的就是九二共事 就是两岸关系 上来了之后不就三三通 也都已经通了吗 可是通了之后 为什么美商在台的投资 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动 当然有他们关切是事实了 长时间以来固然美国 老实讲今天老美在任何的地方的发言 大家都比较把他当一回事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冷静点来看的时候 美商在当下所做的表态 我觉得只不过是 你今天如果请他来这个地方 参加政治评论我的 我觉得他也不过去再发表 一篇政治评论而已 只不过用英文 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 他搞不好就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有一些看法 所以你刚刚讲说 马航九是不是提前剖角 马航九今天就展示了 我没有提前剖角 行政院跟立法院你们做不好了 我来做 然后拍板定案 其实我同意各位所讲的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其实他当然以他的观点 他能够在台湾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那是最好的 怎么叫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就税金低一点就好了 以美国商会自己说的 台湾什么个人所得税 还有个高达40% 然后其他国家20% 拜托我们国家的名目 实负税率已经降到10%以下了 那这样子还虽然我们税率太高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我赞成也非常同意 就是说大家对他们讲的话 听听就好 但有一些部分 包括政府效能的部分 包括法令的部分 我们可以检讨的部分可以检讨 但是实际上有一些比较 某种来讲有点情绪 或是有点对我们的内政支持点点的这部分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太过注意 对 我要是马上就 我马上反应 说感谢美国商会给我们的指示 然后我也很拜托美国商会 请你们美国商会盖的那个AID大楼 欠我们包商的钱赶快还 每天都来澄清 你们美国人欠钱也不要欠成这样 让他去包围凯达格兰大道 很丢脸的不是吗 今天谢谢你说看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